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跑步机的电源版 这段AC1和AC2就是220V输入 输入进来以后呢 这有一个寄电器是给电机供电的 那么它因为我们的电机不可能上来就供电 所以呢 这个220V通过这个公平变压器的初级输入 通过它的次级 这两根黑线输出一组电压是11V左右的电压 经二级管整流 这个二级管是组成的整流桥 整流以后呢 输出一个12V 经7805降压以后 给小信号电路供电 另外这儿有一路输出 输出的是22V 经这边的四个二级管整流以后 输出26V直流 再经7815降压以后 给我们的TL494电路供电 这个壳里边放了两块线路板 其中一部分呢是TL494功率驱动部分 一路是电流检测部分 这边是两个单片机 主要是用来计数和控制的 它主要控制我们这个TL494输出的占控比 TL494输出的信号 经这几个二级管驱动以后 通过100欧电阻 驱动我们这个功率管 这个功率管就是驱动电机的 这个电机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有刷电机直流的 通过改变TL494的占控比 就能够改变它输出电流的大小 从而改变电机的转速 当后级电路检测到没有问题的时候 积电器吸合 当然我们前面要发出使它工作的信号 这使积电器才能吸合 积电器吸合以后 通过共模抗干扰电杆 插模抗干扰电容 通过这八个整流二级管组成的整流桥 给大的滤波电容供电 滤波电容滤波以后 给电机供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电机驱动电路 还是非常简单的 功率管驱动我们这个M正 这个M负是接地的 我们看一下板的背面 这边就是300伏的正电 加到功率管的漏极 这个功率管的原极 通过这加到M正 也就是电机的正端 电机的负端 直接接大电容的负级 就是接地 这个3级的驱动信号 通过100路电阻来自于驱动信号板 另外在3级还有一个15伏的 纹压管进行线扶 这就是跑步机的电机驱动电路了 前边TL494输出的 占控笔可控的信号 推动这两个驱动管 交替导通 从而把信号 加到我们这个功率管的山级 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通过功率管的导通时长 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跑步机电机这端供的是300伏 驱动管这端供的是15伏 所以功率管山级的驱动电压是15伏 而直流有刷电机的供电是300伏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